这一课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游戏里面使用RAW脚本的一个经典用法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是把脚本导出来 用护分结在脚本里面掉用护分结的函数来绘制 那么真正的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很少会这样做 它会把常规的这些绘制过程全部封装掉 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脚本来调用绘制这样比较底层的这些函数的 那么真正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脚本做业务 那我们以现在比较典型的使用脚本的一个流程为例 那么可能有些用过这个Unity 3D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引擎的 大家会知道我们在场景里面会有很多个节点 很多个节点那么这个节点的一般组织方式 它是一种数可以节点下面又可以挂节点 节点下面有很多个展示这是根节点 那么也有可能这是一个摄像机 那么在这个摄像机下面呢还有一串其他的节点 这样很多个 而我们用的时候可以针对这个节点做编程 例子我这个节点上挂节一个脚本 挂节一个Lua脚本 在这里挂节一个Lua 那么这里的内容呢就可以直接对这个节点进行操作 同时呢这里呢这个脚本里的东西也可以去便利访问到这个节点下的所有的子节点 那么这样我在这个脚本函数里面就可以访问这个根节点下 根节点包含它下面的所有节点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干什么呢 也可以去针对这种节点做一个脚本 说我认为这是个角色 这是个角色 那我呢想对它进行一个控制 那怎么办呢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单独的对这个节点编写一个脚本 来控制这个角色的移动 旋转缩放等等 还有它的动作 那么这里面呢 甚至我们可以控制它所有的这些事件可以获取到 这里面呢也可以做这些事件 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游戏里面用脚本的一种形式啊 那么它呢会把一个脚本挂到我们想要的想控制的那个节点上来 那么还有一些力度更低一点的 那么这个看一些游戏引擎它开放的一个程度 那么有一些开放程度比较大的 那我们甚至可以用脚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那么但是呢 这种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来使用 因为什么呢 脚本本身确实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但实际上它呢也存在一些问题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效率要低很多 比我们C++这些编译性的语言要差一点 那么在同级别的这个脚本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Python 还有这个包括Java和Csub 那也是一种脚本 只不过这个Csub呢 跟Java还有些不一样 Csub叫字节码 这个Java叫字节码 Csub叫可进行编译的 那么Csub的效率明显会高一点 而这个Java字节码跟我们Lua呢 实际上区别并不大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 网上的一些评价 这个Lua的脚本应该是现有的这些 比较常用的这些脚本里面 效率是最高的一个 但是它也没有办法跟传统的这种C++语言 它的这种性能呢做比较 因为毕竟也是行的跟我们这个 汇编辑的或者机器指令比 是差距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用脚本游戏里面做脚本开发的一个典型的 一个应用程度了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我们会用脚本做什么呢 用脚本做我们的初始化工作 还有一些做一些动态的更新 那么举个例子 当我游戏更新的时候 我并不是更新我这个场景内容 而是更新我的逻辑我的业务 那么实际上就是个脚本 甚至很多游戏服务器 它呢也是脚本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 发送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数字 数据 而是一段脚本 发过去之后 由客户端或者是由服务器执行这段脚本 执行的结果 才是真正的需要的内容 这个呢就是脚本在游戏里面的应用 那么当然我们这节课呢 并没有实际的给大家编码 那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脚本的一个用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